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骨子里的血脉 骨子里的文明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我们之前看了一小段您讲解放军剿匪的视频 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剿匪的话题 是这样 咱们一般说以前的土匪 像东北虎西北狼湘西的尊山豹 以您的研究您觉得哪点的土匪最厉害的 最强悍的 通俗的说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间所遇到的土匪主要是两种土匪 一种是经济土匪 一种是政治土匪 经济土匪就是为了谋财害命 就是传统意义的土匪 抢个东西打架结社 政治土匪它给共产党是属于敌对的 为反动势力服务的 有了政治目的 应该说在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后 共产党遇到的土匪主要是政治土匪 但是经济土匪也有一些 中国的经济土匪由来已久 毛泽东上井安山的时候讲过 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消灭过三代王 为什么都消灭不了 因为中国过去封建统治 严格讲它控不了基层的 从秦始皇一直到蒋介石 他都是郡县制 什么叫郡县制 就是政府最低就叫县一级 县下没有政府了 县下谁管 县下就是豪森来统治 乡生豪强 乡生豪强 这也是来统治 上面赶草换代 跟这边人没关系 你只要还承认我的利益 因为它的封建制度无变 你承认我豪森下面的封建统治 我跟你称臣纳贡 他无所谓 完粮纳税都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 豪森他并不能完全控制社会 他毕竟不是政府 因此来讲 穷山僻壤 深山老林 往往就是那些土匪的天下了 豪森他也有武装 民团在清朝叫团练 这些人是给他自己看家户院的 他没有什么剿匪的任务 官府在县以上了 你县二门只要不攻他的话 你不是大规模造反 他也不管 就是官兵和团练都不管的地方 都不管的地方 就土匪也管了 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山泰王多得很 尤其是像东北那些地方 因为他是狂关东的人后开发的 官府的力量很弱 很多地方就是强人触摸 去了之后又不愿意好好劳动 又不愿意开放生产 就以抢劫为胜 为什么讲东北的土匪 严格讲起来 他跟官内还有区别 您说东北土匪的特点是什么 东北的土匪他在918以前 严格讲大部分来讲他真是那种不愿意劳动 从山东或者河北哪去的 自己来讲就是那种当地歹人 跑那去之后 因为那个年代你只要是闯关东到那认真劳动的话 一般还是饿不死的 东北的自然条件非常好 自然条件非常好 不愿意劳动 想短平快赶快能不能弄点东西再过上好日子 那就抢了 因为我是东北人 在东北待这么多年 农村城市有待过 也参加过维满着我使的编写 也查过很多史料 也找过很多老一代的人 因为旧东北的情况 也可以这么讲 918以前 湖匪出没 对 但这些湖匪真不是什么好人 往往是官内流浪的 到了东北又不想好好劳动 就靠抢劫为生 但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 经济土匪 就是抢钱 就是抢东西 但是到了918以后 日本占领了 为满洲国控制东北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出了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东北义勇军就是这些抗日将领 他为了抵抗日本 他也招呼那些土匪 动员他们起来抗战 当时山林队起来抗战 确实也有一些土匪起来抗战的 咱们前一年国内一些影视剧很多电视剧都描写过 描写什么土北抗战 妓女抗战 精灵十三才抗战 搞得那么一塌糊涂 乌烟障机了 这些人有没有抗战 确实也有 但是这些人抗战肯定长久不了 为什么 第一个他没有政治信仰 日本后来也采取招呼的办法 你只要下山来可以给你安排职务 给你金钱 给你女人 给你享受 给你大烟 都可以 广大土匪是怎么回应的 大部分接受招呼了 因为他们没什么政治信仰的 有奶就是娘 能抢了东西去 能过日子就行 所以说鬼子如果给他们好处的话 东北那些山林队大部分都受日本招呼 像电视里表演的那种有气节的还很少 极少 徐教授是这样 因为东旭也是东北人 老家是吉林 而且他爷爷奶奶就遭遇过土匪 您给断一下 他爷爷奶奶遭遇的土匪是经济土匪还是政治土匪 东旭你给讲讲 其实我认为徐老师概括的已经是非常的精辟了 因为老一辈 我爷爷奶奶也曾经给我讲过 那么在他们的小时候 也就是918事变之前 确实基本上是经济土匪 因为比如说我奶奶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 他说当时他的小时候村子里面进土匪 他们都往地主家里跑 为什么往地主家里跑 因为地主家里有炮楼 在他的大院子周边是有比较坚固的建筑 然后请一些东北的土话叫炮手 其实就是比较土的 团练 羊枪或者土炮 然后土匪一般是不敢打比较大的地主的家里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武装力量 然后周边的村民可能就到这里面去躲避土匪 那个时候土匪主要还是以抢钱和抢粮食为主 基本上谋存害命的比较少 然后我爷爷小的时候也遇到过 他这个就比较传奇了 因为当时他是给地主家打工 就是短工 有一天晚上土匪就冲到地主家里了 其实也是个小地主 没有什么钱 家里也没有团练 没有武装 地主的家里这些人收拾金银细转就跑了 而且当时都有防土匪的一些措施 地主家的后院是一片庄稼地 就是玉米地 在玉米地的中间有一个类似于柴垛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里面有一个房子 就像一个隐蔽的避难所似的 我爷爷在地主家打工 可能活干得多的 比较累 睡得太死 就没叫醒 知道吧 地主家全都跑了 包括其他的一些打工的都走了 他躲过一劫 那时候东北叫抗 在火缸还继续睡觉 结果土匪就进来之后发现 地主家空了 就剩一个小长工在这睡觉 就把他给叫起来 叫起来说地主家的钱藏在什么地儿了 这个也不知道 地主家的钱你打工的怎么能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什么地儿了 土匪开始找什么 开始找皮衣服 皮带衣 当然不是貂皮带衣 估计是羊皮奥什么之类的 这类直线东西他们都找到了 另外一个就是粮食 由于量太大 他们拿不走 他们主要是鸡蛋 鸭蛋 鹅蛋 都放了一个大锅里面煮着连吃 然后再打包 全都走了 他们就像徐老师讲的 这就是经济土匪 到后期 我爷爷也是参加了解放军 在东北解放之后和全国解放之前 他也参与了一定的剿匪任务 但是他可能属于地方的咱们的部队 类似于抗战店当中的驱小队 据他跟我讲 他是有过几次遭遇土匪 那个时候土匪的武器已经非常净凉了 因为经历过 就是政治土匪了 对 政治土匪了 确实就像徐老师讲的 他们有的是被国民党招安了 或者说有一定政治诉求 就是反对土改和人民群众和党对着干 这些人当时手里的武器装备已经非常净凉了 因为当时经过日本人日剧或者说当时东北军撤出山海关 或者说东北军放弃抵抗 有大量的武器散落在民间 包括日本投降之后 包括国民党溃败之后 有很多武器是被土匪给接收到 所以他们武器变得很精凉 武器变得很精凉 我党的地方武装 他有一次是晚上遭遇土匪 当时他是十几个人 好像是押送运粮的运送粮食的车队 然后在野外和土匪遭遇了 当时土匪也就六七个人 在那个地方烤火吃东西 然后双方就爆发冲突了 他说土匪的武器比他们要精凉 因为我记得我爷爷当时跟我说 他是个副海长 他使用的武器叫单打一 类似于手枪 只能打一发子弹还是步枪子弹 打一发要把它掰开 当然叫独角龙 对 独角龙 最后赢的是输 当时双方只是短时间的交火 他们就发现被土匪的武器压制 他是到了一个沟里面 被土匪的武器给压制了 其实人数是占优势的 土匪只有五六个人 但是由于他们枪打得特别准 武器很精良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追击 都是老手 对 先自保 最后土匪还是撤走了 连土匪的模样都没太看清 就完全被土匪的火力给压制了 到这个时候 徐将军说的政治土匪其实还是挺厉害 徐将军说是这样 因为我们以前看电视也好 看书也好 觉得德军和日军都是法西斯军队 但是他们各自有特点 像德军是比较狠 日军是比较坏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德军枪尖上挑着一只鸡 赶着一只猪 这样的很少看到 咱们如果以地域来划分的话 比如像湘西的土匪 新疆的土匪 他们有没有各自的特点 咱先说谁最狠 最残忍的是谁 应该讲起来文化程度越低 社会状态越落后的样子 肯定土匪是越狠的 因为土匪当然他有共同一点 就是以抢劫为生 他不是劳动为生 土匪当然他不会劳动了 他就以抢劫来维护他的生活 这种情况下 北派人坚引掳掠 那是他的共性 但是凶不凶残 去看各个地区 就刚才东西讲的东北旗小的经济土匪 当然他也是娼鹰掠 нас 这是匪徒的共同点 但是他杀人还是比较少的 对 因为他以抢东西为目的 但是政治土匪有时候杀人就多了 因为东北的政治土匪怎么来的 因为日本在的时候基本上把经济土匪都给收拾了 都收拾了还是收编了 收拾了 为什么叫收拾了 一部分就招安了 但也有一部分不肯招安的 跑了到山林 有的极少数跟随抗设联军了 那就得消灭你了 少数精英投奔了抗设联军 真还经过教育有点 爱国觉悟的 那是很少数的 真是投奔抗设联 那他武力消灭你 有一些来讲不愿意接受收编的 战胜为王的 鬼子也剿灭他 因为日本当年统治是很严密的 所以说到维满期间土匪基本就没有了 但是日本一投降 维满一垮台 东北当时据统计一下出了十多万土匪 十多万土匪 十多万土匪 东北局副书记陈云讲 东北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 为什么都是政治土匪 这些人讲起来要不然是维满的参杂余孽 要不然土改中间受了斗争的地主 他们不甘心来讲 苏蜀就斗 不是苏蜀就琴 苏蜀就斗 他家里而且很多都有枪的 另外他也捡了日本投降和关东军 还有维满军扔下的一些武器 那个时候东北有枪是很普遍的 这些人当然不能等着你来斗争了 拉着武装就上山 东北的土匪当时特别多 特别有名的就是头号土匪谢文东 再有李华唐这些家伙 谢文东占过好几个县 他把他手下还变成好几个旅 相当于一个军阀了 接近军阀了 国民党还给他委任了 国民党还委任了他一个上将 那个上将其实讲国民党是不值钱的 东北的保安总司令杜宇明才是中将 怎么给一个土匪委任为上将了 听了都是笑话的 给他空头给委任状 去了什么侯专员 随便夸海口给你个弦 然后你为国军效劳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这些土匪他就是政治性的 他的目的是呼应国民党 维护他的利益 跟你共产党对抗 打这些土匪 那就相对来讲要困难一点 另外他武器也比较精良 就像你刚才讲的 因为他也接受了关东军 接受了维马这些武器 国民党那年当然空运不发达了 没能力给他空头了 他主要武器也还是比较好的 土匪的特点是土 当地情况他熟悉 就是个土字 但他有一个弱点是什么 他虽然有社会基础 但他没有群众基础 这有什么不同 社会基础 他有一帮给了通风报信 肯定 他在这个地方盘踞这么多年 他有很多眼线是肯定的 所以脚踏有时候还不太容易 但他没有群众基础在什么 因为他在周围竟抢劫 当然过去的土匪有一个特点 他一般不吃窝边草 抢他到距离比较远的地方抢 周围的人都抢了之后 都反对他也不好办 周围的人虽然他不抢 但是他也很凶残 你要谁到外来通风报信去的 我灭你满门的 这种情况下 周围的老百姓其实他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也是恨他的 周围被他抢的人更恨他了 脚匪部队一到了之后 正跟当年李海雪 李贾那样 都纷纷领着去报信 领着去追那些土匪 李海土匪的一个大问题 他跟正规军毕竟不一样 确实是乌合之众 就是什么 败把子 哥们儿义气 他哪有咱们军队那种正规训练 那种正规的编制 他往往一打就散 所以说剿匪当年一个大特点就是追剿 你得追他 因为谢文宗名义上搞出好几个旅 但是实际上咱们解放军当时来讲真是从山干净边去去的八五军三五九里 当时去打谢文宗 一个旅去之后 打他还不是手拿八掐的 一打他就散 但你要追他就不好办了 这个家伙深山老林到处跑 他地形比较熟悉 他地形又熟悉 他毕竟也有一些关系户 有些眼线 到那段他也能找点东西吃 当时一个特点就是穷追不舍 当年东总表扬贺敬年就是追土匪 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让他立脚 跟着他猛追 咱们当年的老八路真都是铁脚板 加上你把群众发动起来 群众给你报信 你不让他有立脚之处 土匪都这个特点 土匪头子的时候他害怕被你抓住之后 我叫他严惩 他那些爪牙大部分都没有坚定的意志 你想他哪有什么正理想信念来把他凝聚 肯定他越追越少 最后都跑得真是做鸟兽散了 谢文东最后跑到身边剩不到10个人了 最后不说谢文东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因为当时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电影这边厂 东北电影这边厂 真是当时有名的我们摄影师徐晓斌 他们不是跟着脚匪部队扛着摄影机来追谢文东吗 现场直播 当时没有电视现场直播了 咱们东北电这边厂真是第一部纪录片 就是活着谢文东 有影像存下来的 有影像 现在讲东影第一部故事片瞧 第一部纪录片就是活着谢文东 当时真是摄影师扛着摄影机跟着脚匪部队追 那也不容易 您看过活着谢文东这边 咱们中央九台都播过 那是长什么样 是什么样的人 谢文东当时已经50来岁了 肥头大耳 当时追到一个小山神面的地方 这个家伙迷信在那拜神 山灵能保佑他们的理想信念 那么都是神灵来保佑 这个是脚匪部队 真是紧追不舍 看着脚印冬天 紧追不舍 就发现他们 然后马上就逼近 还不是不败 直接走 也走不动了 这帮家伙他年纪大了 你想想他50来岁了 那么奔走 再加上他吃了可能也不够 也跑不动了 这个脚匪部队马上逼近了 一面开火 一面喊话 谢文东开始真想抵抗的 他拔出两只手枪来真想抵抗的 徐耀宾当时就扛起摄影机 这个宝贵镜头赶快射 怎么捉它 把摄影机扛起来 瞄准了看山对面那个胖子 一举一摄影机来讲 谢文东吓坏了 他不认识的 因为是个大口径的 可能现在可能是火箭发桶之类的 一向描远大众 吓得两只枪都掉了 赶快举手 赶快投降 印镜头 这一下子 把谢文东拿去活捉了 被摄影师活捉了 但是还是战士不够 把这个冲儿就把他捉住了 捉住之后 因为当时这个情况下 还是他杀 优待俘虏是对敌军俘虏要优待 土匪没有优待一说 土匪不是军队 尤其又是匪首 又是匪首 匪首可不享受 国民党不管是官是兵 抓着是不能杀的 对日军也是这样 共产党历来讲 敌军俘虏优待 土匪可不享受优待的待遇 匪不在军人范畴之内 国际法也没有讲优待匪的 徐教授 您亲身接触过土匪吗 他们是个什么样的 我们小的时候在东北上山下江的时候 因为那都是解放好多年了 也有老乡给我们介绍 这个人当年当过土匪 也见过 我见过有一个还是个女土匪在一个山沟里头 因为当时剿匪也把他俘虏了 当时匪首要镇压 普通的匪徒有经过教育 没什么太大的罪要的也就算了 那个女土匪她受伤 好像打掉半个耳朵 一致 后来释放之后 嫁给一个残疾人 确实实话当时也没什么人敢娶她了 就在那个地方过日子 那时候已经是老太太了 据说生活过得也挺不怎么样的 有的当过土匪的人 当时在生产大队里头 那都是质保员还重点接受对象了 他们当然不够格当历史反个命了 不够格 但历史也很不光彩 当过土匪 虽然不管制他 但是也是质保员要经常看着家伙有什么劣迹没有 是不是再想抢什么东西 有时候也得看着一点 因为我们对于解放前解放后阶段的土匪都来自于电影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戏叫《英雄虎胆》 就是解放军的卧底打入土匪内部 要求心理素质好 就像东旭这样心理素质好了 投掷才能进去 您说当时咱们有没有打入土匪内部的这种卧底 确实是有 因为解放战争结束之后 国民党当时留在大陆残兵败将 当时讲起来上百万 另外当地的土匪最多什么人 严格讲起来还是各地过去的黑恶势力 各地的土匪也不一样 你比方说广西土匪 他是广西民团 广西剿匪是解放后剿匪最难的地方 有组织是吗? 他有组织 主要严密 而且他过去是民团的 经过军事训练 而且他有团总之类的这些人来组织 因为你共产党一搞土改 你等于是跟广西民团的战争 广西剿匪是最艰难的 土匪一个是有组织 另外土匪经过军事训练 很多还是退伍兵 另外土匪还是组织顽强的 是国民党军的退伍兵 国民党军的退伍兵 再一个来讲 四川主要是袍哥 土匪的脸 再加上国民党起义投降 有些人在复叛了 又一次再叛乱了 再加上有些国民党散民游泳 另外国民党当年也组织一些特务武装 你像当时在重庆白宫馆炸的洞 他那些头头坐飞机跑台湾去了 底下那边飞机上可不给他们留座位的 走不下了 根本不管 他们都把他们编成华英山游击队 那就是土匪了 这是最典型政治土匪 就是华英山游击队后来改了性质了 变成土匪了 共产党开始华英山游击队是打国民党的 但那个地方山是比较复杂 国民党觉得那个地方打游击也挺好 然后把这帮白宫馆炸的洞 这帮看守 这帮小楼子给他们主任又派到那去 跟共产党打游击 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剿灭了 当时来讲 在西北的土匪情况又不一样 您说过西北的土匪他们说最残忍最狠的 就是青海剿匪 他遇到的土匪主要是马家军的残余 拦住战雨把马家军基本上是击溃了 消灭了一半 但还剩下差不多一半 这个时候马不方马纪元就坐飞机跑了 留下的人让他们说战马变耕马 武器埋地下 你们把马都迁回家去吧 武器埋下来 将来等着蒋介石能反过大陆的时候 你们再出来 这些人开始分散跑了 后来很快搞土改了 一搞土改 那就得清算你们当年哪些家伙有反动劣迹 于是他们这些人又拄起来进行青海的暴乱 暴乱之后 解放军一镇压 他们就上山为匪 或者有很多人骑匪 骑着马到处流串 这些人要剿灭起来 当时来讲也还是费点劲 但是也有个好处在什么 在西北流串 他们生活很困难 往往坚持不了多久 你看西北草原它吃什么 这些家伙们跑到外面去很快又不行了 骑匪还好一点 要是步匪的话全累死在路上了 对 我骑匪一个问题 马也得吃东西 马也得吃东西 马你吃草也不行 你得有精细的马料 他对骑匪其实有时候他也坚持不久的 所以剿灭这些骑匪 土匪也需要经济基础的 那当然是了 枪杆子都是靠钱袋子和凉担子来支撑的 你没有这个经济基础 土匪也没办法生存 东旭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剿匪的电影电视剧 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印象最深刻还是《智取卫护山》 《智取卫护山》 因为我记得对于东北的剿匪是这样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比如说在夏季 比如说植被茂密的时候确实难度很大 就像徐老师提到的 土匪对于当地的山沟或者树林 地形特别熟悉 特别熟悉 而且植被茂密的时候 你想找到它的踪迹 尤其是坐脚兽散之后 想追难度是比较大 而且找到了追都很难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队阅的材料 咱们侦察兵充分的锻炼之后遇到越南特工 就发现他们在山上像猴子一样 还是追不上 对 而且如果是地形比较熟 它钻到哪个沟里 你根本就找不到 但是所以我们看到临海雪原冬天交费的时候比较多 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太好隐蔽 而且对它进行追击的时候 有脚印 如果说它找不到人收留它 完全是在茫茫雪原或者说在山上去到处流窜的话 我们自己的剿匪部队是有补给的 带上干粮 包括老乡也可以对我们进行支持 他们是没有任何后勤基础的 所以说在冬季剿匪的时候 一它不好藏 另外一个它可能会面临没吃的 生存比较快 这样的话 后续我们是一点一点把整个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就像薛老师提到的 追到最后它只能投降 没有办法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乌龙山剿匪记》 里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一个叫田大榜的土匪 是个老头 能徒步追狗 田大榜的人是真有这么个人还是完全虚构的 你看到这个电视剧是解放后很有名的湘西剿匪 湘西剿匪中间一个圆形叫姚大榜 你在电视剧里头看到的就是田大榜 他确实历史上有一个圆形 但他电视剧里面做了一点改造 那个家伙确实是几十年的老匪 湘西图有个什么特点 他一会是经济土匪 一会是政治土匪 他相互转化的 在历史上确实他是经济土匪 战胜为王 湘西地方山高里密 官府控制不了 山高皇帝远 后来民国年间才有什么办法 招服 军阀正好要打仗 我给你钱 给你军饷 你下来之后接受我收编 我把你拿到钱去打仗去 但是这人心眼其实也比较活 拿了钱 拿了军饷 接受了改编之后 有的时候打一打他又跑回来了 他不愿意干了 不愿意干了 又战胜为王 然后又成了经济土匪了 因为他当地来讲势力盘根错节 这些都是百年老匪 一代一代在这 就像姚大宝那些人 他都是多少年在这 土匪世家 土匪世家 他当地有社会基础的 后来国民党拿他又没办法了 1949年解放军南下的时候 当时白松起还专门跑了一次湘西 把那些土匪又给拉下山来 甚至拿一只公鸡给杀了之后 杀血为盟 然后白长官给你们一个一个都封了官 这个是什么反共救国军 什么司令 当然假的 随便乱封一队官 都是空投日票 都是空投日票 伟人状案给他们发了 而且还询过 将来台湾给你们空投武器 其实现在看着他们那个时候还没空投能力 据说在广西十万大山可能个别地方还空投过 因为那个时候他空运能力也很差 湘西他没有空运的能力 但是能够投过伟人状或者是给他们封个官洗个院 这些人他也觉得共产党来了之后确实容不得他们 无论是经济土匪也好 你还是土豪练生也好 共产党肯定收拾他们的忙 他们当然也是战伤为亡 盘踞当地跟你对抗 湘西剿匪 四十七军打的确实不错 一年时间真把这些百年老匪都给他收拾 土匪的话题一游为尽 当然我们时间到了 咱们下一期继续聊土匪的话题 感谢徐教授和东旭 骨子里的中国清华分九 咱们下期再见